新北市政府运用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 结合公益回馈空间 开办小座所来帮助伸帐朋友 日前在北大特区成立的是新北市的第32家 加上制造中心、社区关怀、据点等等 透过民间资源来挹注 让身心障碍者得到更多支持 在地乐活 请转身启动 请早上鼓一鼓一 恭喜我们的北大学情小座所正式开幕 树林学情路的北大学情小座所 日前举行了街牌仪式 一共有15家社区市的照顾服务民间社团出席 胡友宜一一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他们对身障者的服务还有关爱 随后市长也亲自动手成为一日小座所伙伴 刚刚这个小座所组装的咖啡包 它是自己用手做 其实这个不容易 我做起来的效果都没有他们好 所以他们是熟能生巧 刚开始也许比较慢一点 但是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他们更加的熟练 我们社会上只要给这些身心障碍的小座所机会 他就可以该社会上立足 所以我们的技术学校 也不断提供相对的资源 来帮助这些小座所 学习一计资产 那家里就不用让他多一点担忧跟负担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祥和 平等融合 然后有爱心的一个社会 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这样的力量 市长侯友宜说 新北市目前有32家小座所 14家的日照中心 以及8处的社区居住家园 一共54处的专责单位提供给身障者社区市的照顾 而民间机构也透过了培养身心障碍朋友自立生活的能力 帮助他们活出尊严 新北市在小座所 我们会不断的推动 所以32家小座所 我们今年还会在有一家的小座所 会在正式成立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8家的社区机制 还有14家的日照中心 那其实新北市在推动这个方面 我会积极的努力的 只要我们有需要以外 更重要要先把好的地方 然后把我们的老师 以及社工培育好 让他们跟我们小座所 能够更加的支持的力量 让他们更到位 目前北大学请小座所服务 涉及在新北市15到64岁 领有身心障碍证明 可以生活自理的民众 每周五天提供作业活动 社区适应 以及文康休闲课程 来照顾身心障碍者 减轻他们家庭照顾和经济上的负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